大家,吃飽了嗎? 我又要下廚了 咦?不是開用,啊,開關 大家好,歡迎收看以至大國際 大家是不是以為這次又是地獄廚房 但我這次一定不會失敗 這個是Yuki上次告訴我 就是日本的網民 在瘋傳一種煮食的方法 就是把杯麵和炒飯加在一起 我上網看一些介紹 就說這個料理是零失敗 懶人煮食 酒殘也可以做到 而出來的結果是惡科級的美味 嘩,那簡直適合我了 不過我想說一說,現在整個室室 一個人都沒有,沒有人肯幫我試吃 剛才三位女朋友,雖然我看到她都臨出門口了 我說我拍下廚,不過沒有人試味 然後說我走了,然後到門關了 到門關了之後,我竟然聽到很急速的跑步聲 用不用? 對呀,把這個杯麵拌入炒飯的材料其實很簡單 滾水 雞蛋 杯麵 白飯 保鮮袋 還有油 不要考慮了 第一個步驟不用在廚房做的,在這裡可以做到的 首先打開杯麵 我就選了這個咖哩海鮮味 因為我自己比較喜歡咖哩味 然後你要怎樣做呢? 把麵倒進保鮮袋裡 我的肚子還沒做下去 Fuck 我又說懶人也能煮的,我現在很勤力 大家下次可以考慮其他牌子的杯麵 我撕破了杯麵,現在還要用杯麵 Shit 然後大家要做的就是把這個杯麵弄碎 這個步驟很好玩,希望我不要穿 好,這樣就拌均勻了 鑽肉 原來真的要兩個拌才穩陣 搞定,碎了 正常就把麵粉 把碎的麵倒進自己杯麵的杯子裡 但因為我的杯子撕爛了,我就用這個來代替 好 這樣就拌勻了 一會兒就下水,當作杯麵煮 但記得要少一點水 記得要乾身一點 接著就到了我最極端的一個部分 我是不需要炒飯的 我就上網看一些炒飯的教學 阿文跟我說炒飯不用懂的 我真的不懂 我上網看的教學真的挺容易的 我就決定去炒飯 好,大家今天進廚房 我是選擇做這個黃金蛋炒飯 就是一隻全蛋 再加一隻齋蛋黃 然後就發蛋 我會發蛋,是不是很厲害 黃金蛋炒飯呢 首先把蛋拌勻在飯上 好,那飯就變成金黃色 來了 開鍋 咦 不是開了,啊,開關 就說這個熱油 熱鍋 他說兩次油 我不知道什麼次 差不多就是 應該差不多 他說 最好用這個 猛火去翻炒 猛一點 好拉猛 現在可能要等一等 噢,不是有點油 味 噢,折折折了 應該可以了 這個時候就倒些黃金飯 我覺得我是 一個廚師呀 過了這條片就沒有人可以說我煮東西吃炸 然後再加些鹽 這個是鹽呢 這個是鹽 再加少許白胡椒粉 喂,白胡椒粉 好啊 幸運 好甜 很重手呀 碟 哇,有飯焦呀 喂,大家不要太猛火呀 那就是說炒 哇,再弱一點 那就是說炒熟了飯之後呢 就更加金黃色 你看 碟.. 哪裡有碟 哪裡有碟 死啦 噌,這個這個 碗来的碗來的 上碗 先試一下 我第一次追過炒 我會讓你elyn Sees 哇 哇,好浪味 好像乾了一點,不過不要緊 因為一會兒的麵會有一點濕 這樣應該拌下去就對了 嗯嗯嗯 炒飯就已經準備好了 哇,真是這麼黃色的 就是時候把水倒進杯麵裡 當然不要太多 最主要是弄它 好,先噴一噴 哇,剛剛好 應該是三分鐘左右 就是這樣,然後就拌 大家看到我身旁呢 就是剛剛被我捉回來 是我的鄰居 它也是搞屎菌的神秘PD 之前不准笑的 不要蟹,幹嘛蟹呢? 我神秘PD不神秘 不要緊,還是很神秘 不要跟大家說你叫什麼名字 好,好 現在看上去,問上去都不錯 這個是什麼? 這個是咖喱海鮮味 杯麵拌這個黃金蛋炒飯 那那些黃色是咖喱還是蛋? 看上去都沒有伏的 是嗎? 對,色素來的 因為它其實是一個煮東西吃都很厲害的 不厲害的 不會爆蛋 所以 好 好 我知道就是丁爆了它的味菠蘿 大家不要怪它 其實OK的 味菠蘿都要換的 我叫它幫忙送它一程 辛苦了 沒事的 可以試吃了 不用調味料的 我加了鹽和胡椒粉 然後就純粹靠杯麵的咖喱 對,靠杯麵那個 因為杯麵本身也有味精 那它的說法就是 更好 我連調味都會節省的 飯很無奈 我沒有隔夜飯 然後我就下去買了飯 然後就選雪凍它 多一點都可以我肚子 不是,我應該知道 不是,你是很勇敢的人 請多一點 沒事的 沒事的 平時它煮東西吃都真的厲害 我覺得真的厲害 但是它就是傳聞中的垃圾位 是呀 是,冷不冷身的 不要說我平時吃什麼 我聽過的都很恐怖 都...環保嘛 和我之前拍過的一秒肥牛 是有肥子的 那你都沒死 我對你的廚藝都有信心 是呀,喝完生水都沒事了 你用生水煮的嗎? 不是的 好了,成品就是魚蝦 其實真的很金黃色 你剛才是沒試的 我從來沒試過 我也覺得OK 炒飯呢 一個不小心 第一次炒 炒乾了 不是哦,剛剛好 對,但是因為杯麵是濕的 OK 可以...可以... 可以... 可以... 這樣我一會粗口 可以... 可以... 可以一會三、兩次 真的嗎? 這個裡面呢 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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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裡有碟... 你是不會用這些電子設備和爐具的 你是會炒重的 剛剛... 你不用開了 是,躲開你的分別 躲開你的分別 我上年做的蘿蔔糕是很不容易的 我記得是看到糕不見了 糕在這裡 糕不見了 糕溶了 這個可以讓人賣 是吧? 現在大年去你親戚的廚房 起碼不會炸到廚房 不用用微波爐 尤其是去男朋友家 媽媽問你 你喜歡煮飯嗎? 等一下,你等我一會 會不會何色關係出問題 會不會死了 這個好玩之處 你想炒飯有什麼味道 就可以用不同味道的杯麵 辣味海鮮 你喜歡什麼味道都可以 日本人很厲害 炒麵包 澱粉質 但又好吃 之前的Oreo拌飯 也是日本人發明的 幸好你不是煮的 好味道的 Oreo拌飯 我的朋友們看完了 有什麼煮食的影片 歡迎找我合作 廚房是沒有爆 我跟細B說 今年再煮食 不要 認識我 你又想弄不見我廚房裡 好了 今次大成功 煮食第一次 零失敗 是真的真的零失敗 也沒有因為去到我手上而出事 這個吃飯 吃得過 但是餐餐吃 應該真的會死 那今次的實驗 實驗力 白老鼠健健康康 大肥呢? 大肥他不知道 他逃去無蹤 全村人都走 我一煮食 我一煮食 下一條影片再見 拜拜 哦耶 真的ok的 真的ok 太好了 未精夠 可以了 研究做柱